射中靶區 奪得亞軍 謝阿公是大林祠院的失智患者 靶球直進目標區 華馬也是失智據點的學員 失智病患 活力十足 參加運動競賽 今年的嘉義奇運會共12個獎項 大林祠院失智學員 榮獲三金二銀三銅牌的好成績 他們的平均年齡都超過75歲 所以全場的總年齡超過了3萬歲 2016年 大林祠院成立長照中心服務長輩 在嘉義 雲林和台南三個縣市 共設置37個長照西據點 八個月前 腦溢血的蔡阿嬤 手術後的認知和行動都很吃緩 但她在這裡逐漸恢復 心情也說 我來這裡每天跳那麼多 她開心了 我們工作就放心 生活重回軌道的母女倆 一起加入志工培訓 行有餘力回饋社會 每個人都活得有自尊 有尊嚴 讓他們的下半場的人生能夠更精采 用走路的速度來做跑步的動作 沾對我們的老大人的精準運動 這就跟我們醫學上說精準醫療是一樣的事 醫療也進步很多 對著現在科技的醫療 這樣增長我們沒落後 雖然我們比較增加性 不過我們的醫療 不管是設備啦 這才是醫生複雜的品質 如果都跟得很緊 專業醫療加上人道關懷 讓銀髮長輩恢復體力 腦力和社會適應力 擁抱人生第二春 大愛新聞 張哲仁 劉博明 嘉義報導